你們多久沒有擋垃圾了? 就是家裡幫媽媽擋垃圾 或者幫家人擋垃圾 或者是指清廉垃圾 把家裡的垃圾桶隔離 鄰舍的垃圾收拾區 把自己的垃圾扔到垃圾桶裏 就多久沒有做過 一個月來吧? 每天啊 每天都有? 我都有的 但我發現一個問題 現在擋垃圾和以前擋垃圾 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不關錢的事 是關情懷的事 以前我們 那時候很小時候 由火水爐啊 到 攤垃圾啊 很多時候呢 那時候 早上上學 買菠蘿包的時候 經常都聽著那些歌 笑一笑 世界更美妙 You 就是歌人唱 神祖空氣 清新開朗 就是 叫你用毛毛 那時候 那就變了 發現一個很特別的狀態 一一次我去朋友的屋子 見他呢 那他開門 他想 倒垃圾 然後關門 我們不是倒垃圾嗎 他說 不要 等旁邊那個 關門我才倒 好了 你認識他的嗎 不認識 他不認識 怕什麼呢 免得打招呼 然後呢 然後我開始努力 有時候回到一些不同的屋苑 屋邨 有時候你不知道我去了 因為有時候必經過那邊做事 真的 有些人走過 直走直過 以前我們 見到 那些婆婆倒垃圾啊 或者旁邊倒垃圾啊 都會 喂 這麼巧啊 唉 然後我嗨自己 現在呢 我覺得連嗨啊 連笑一笑 都 開始沒有了 有一次我去大連 做事 那有個 幫我開車的司機 都說 好朋友 學生了很久 他說現在呢 新年呢 大家都不會拜年的 連禮事都節省了 做個微信啊 做個WhatsApp啊 全年快樂 那其實是的 所以我說 不要緊的 你不是去旁邊 如果人家倒垃圾 你不是很等人倒 如果人家倒垃圾 都可以一起倒的 沒所謂的 認識個Hi 認識旁邊是什麼人都好 是不是 如果他 他不理你 那你心裏面可以 有自己的方法處理 就是 妖啊 或者更嚴重一點 你自己可以自己 取決的 不過不要說出來 是不是 免得旁邊有爭執 但如果他很好呢 那你就多了一個幫手 是不是 下次有什麼事啊 旁邊要餵狗 為什麼他可以幫忙 對不對 我建議 這個建議 希望大家可以 和大家自己朋友 認識就好 何必要大家互相 有矛盾呢 當然你也可以探索 這個人是壞人家 沒有人 還是 是不是 就是你自己知道 OK嗎 OK 但他不理你 不用理他的 但起碼 多一個人主動 說個Hi 不在意不在意笑 唉 沒什麼 希望這個 溫暖 我們這個社區 加上香港朋友 大家互相 愛護大家 多些 OK 希望 自一可待